逆行性失憶症 想不起來面前的男人是誰 男生可憐啊 OK 各位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個非常有趣的議題 叫做失憶症 失憶症的議題在各大電影 各大影集裡面 常常都是劇情的元素之一 剛好最近Netflix神劇 這個初戀讓人心碎 也有提到失憶相關的議題 所以這邊提出一個防擂警告 如果你對初戀這部影集有興趣 而且你看到第三集之前的人 你可以暫且回避一下 之後再來了解失憶症 那如果你已經看到第三集之後 那就比較沒有關係 我今天只會提到裡面一點點劇情而已喔 好 那我們先來解釋一下失憶症好了 其實失憶症依照他的一個形式 主要分成兩大類 分別是所謂的 順行性的失憶症 以及我們的女主角得到的 逆行性的失憶症 那順行性的失憶症 他顧名思義 他是在發生那個腦傷 發生那個事件當下之後的記憶受到影響 這個就叫做順行性失憶症啦 那舉個例子 可能我一個禮拜前發生了車禍 碰 喔 腦袋受到撞擊 那如果我發生順行性失憶症了 那我這一個禮拜以來 我所做的事情 我所吃的東西 我可能都很難記住 你可能問我說 欸 唱歌你一天前 你兩天前 你吃過什麼東西 做過什麼事情 我就 呃 完全想不起來 因為我的腦部的一個記憶的一個中速受到的影響 所以我發生車禍之後 欸 每天發生的事情 我常常都想不起來 我這個記憶受到問題 所以這個時間點之後的事情 這個叫做順行性的失憶症 那我們今天的主角 逆行性的失憶症 它就是反過來 它是在發生車禍 發生腦傷 發生那些事件之前的記憶受到影響 但是發生事件之後的記憶 是沒有受到影響的 所以 就像我們這個初戀女主角 欸 她發生這個腦袋 發生撞擊 發生車禍之後 她得到這個蜘蛛魔下槍出血 她想不起來 她為什麼在東京念書 她想不起來面前這個男人是誰 她忘記這個男人是她的男朋友 喔 男生可憐啦 這個叫做所謂的逆行性失憶症 但是她發生事件之後的記憶是沒有問題 但是大家要理解 其實順行性失憶症跟逆行性失憶症 它並不是完全獨立的 蠻多腦傷的人 她可能會合併 順行性失憶症跟逆行性失憶症 她可能以前的記憶受到影響 她可能以後的記憶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她並不是完全獨立的 是有可能兩個會同時發生的 那哪些原因可能會造成所謂的失憶症 其實最大重的原因就是腦傷 例如說這個頭部外傷腦出血 再來一些腦部的手術也有可能 再來如果是一些某些藥品 例如說一些麻醉症進的藥物 甚至是毒品也有可能會誘發失憶症的產生 再來酗酒或者是嚴重的精神刺激 有時候會太嚴重的精神刺激 也會導致我們大腦去隱藏某些記憶 所以以上這些原因都是比較常見 造成失憶症的原因 那我們接下來更深入探討一下 我們女主角所發生的逆行性失憶症好了 逆行性失憶症其實有兩個蠻大的特色 第一個特色就是他們大部分都會 遺忘所謂的外顯記憶 但是會記得所謂的內隱記憶 什麼意思呢? 像外顯記憶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我昨天吃什麼? 我面前這一個人是誰? 我三天前看過什麼樣的電影? 這個都是所謂的外顯記憶 就是我們需要花時間去記 花時間去回憶的事情 這類事情常常會被忘記 所以女主角她就完全忘記了 她為什麼來讀書 她完全忘記了她的男朋友 但是內隱記憶是會被記得的 內隱記憶又被稱為像程序記憶 例如說騎腳踏車 怎麼樣騎腳踏車 怎麼樣走路 怎麼樣去使用這個冷氣的遙控器 怎麼樣去使用這個電視遙控器 就這一類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必備的技能 這一類已經被內化成我們的內隱記憶 她不太需要去花時間 花腦力去想出來的記憶 這部分記憶是會被保留的 所以你會發現 女主角發生車或醒過來 她沒有忘記怎麼走路 她沒有忘記怎麼講話 她沒有忘記去操作 那些讓她日常生活中便利的東西 所以內隱記憶會被保留 但是外顯記憶常常會被遺忘 所以這是逆行性失憶的第一個大特色 再來逆行性失憶的第二個大特色 就是這個患者常常會記得遙遠以前的記憶 就是他們的一個long turn 他們的一個長期記憶 非常久以前的記憶會被保留 但是短期內的記憶會特別受到影響 所以你會發現女主角剛醒來的時候 她其實是認得出她的媽媽的 因為她跟媽媽已經相處很久 相處十幾年以上了 所以這個超長期的記憶 她大腦裡面是可以記得的 但是短期記憶 像剛才講的 男朋友是誰 為什麼來東京念書卻是完全忘記了 那劇章子特色的一個狀況 我們又給她一個特別的名稱叫做 劇時間梯度的逆行性失憶症 就是在描述這種 遠期記憶是記得的 但近期記憶卻遺忘了 那就有人會問說唱歌那到底多少年以上的記憶 算是長期記憶 算是比較穩固的記憶 比較不會被遺忘了 那科學醫家研究成果是覺得 大概是10到15年以上 那也這也是牽涉到以前的一些醫療的研究 因為以前有那種 癲癇大發作 腦部不正常放電的病人 以前沒有比較好的一些抗癲癇的藥物 所以針對這種頑固性癲癇的病人 而有一個非常極端的做法 就是我們去把這個孽液海馬回附近的放電點 這個腦區給他切掉 那研究就發現說 做完這一類所謂的孽液切除樹的病人 他好像15年內的記憶都會受到影響 但15年以上的記憶好像就比較不受到影響 所以就去推論說 可能我們15年以上的長期記憶 他因為已經內化了 已經分佈在 已經散佈在各個腦區 各個腦皮質上面了 所以相對來講 他就是比較穩固的記憶 但是如果是15年內 還沒有到那麼穩固的記憶的話 就有可能會受到這類所謂的 逆行性失憶的影響而被遺忘 那最後就會有人問 欸唱哥那這些失去的記憶 到底拿不拿的回來 那只能說其實每個人腦傷的狀況 每個人復原能力都不同 所以因人而異 大部分的患者 其實是可以一點一滴拿回他的記憶力 但時間可能是以日計算 有可能以週計算 也可能到幾個月 到幾年之後才有可能 所以這一點真的是很難預測 但是可以跟大家說 如果我們拿回記憶通常都是從遠期的記憶開始拿回 例如說如果失去5年內的記憶 如果開始恢復記憶 大概是從5年前的記憶開始恢復 接下來4年前 接下來3年前 通常越近期的記憶是越難以恢復的 因為你可以想像這個記憶在你腦中固化的一個程度 還沒有到那麼完全 所以如果遇到這樣的狀況 真的是要有耐心陪伴患者 那如果你手有手機 有以前你跟患者的一些照片 一些影片現在研究也指出說 其實你多靠這些以前的一些記錄 跟他說你以前做過哪些事情 以前你跟我有拍過這個合照等等 其實這些說故事的一些陳述 一些影像 一些照片 都可以幫助患者去重拾以前的記憶 好那麼這集科普就到這邊 喜歡這集的科普 可以帶給大家更多關於失憶的一些醫學知識 那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持續訂閱去追蹤 常常可以醫學通識這個Podcast頻道 也可以支持 要有實踐生活保險食品出資的話 BluePick有90的優惠 也可以支持我的新書 90%醫學常識沒有人教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